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朱愚夫 長期投身自由民主活動 2012年2月10日 他被杭州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處有期徒刑7年 剝奪政治權利3年 近期 他因病情嚴重 在週日抵達美國洛杉磯 受到熱烈歡迎 僥倖的出來 沒想到我活過了6個月 醫生跟國保到底講我活不到半年了 所以他們現在國保在催我回去 被的簽證到了 這裡沒辦法 我感覺到這也是天意能夠到這裡來 對我爸爸的感覺吧 就是回憶那些方面 就從1999年以後就沒有什麼 感受到什麼親情啊 今天雖然等在這裡 但是我還是沒有看到 然後也沒有什麼實感 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會到 然後所以 怎麼說今天心情還是比較複雜 因為不敢想像就這麼多年 然後終於有一天 我們一家人可以團聚在一起 我這個感受真是悲喜交加 沒辦法形容 真的是 你說見面 我挺開心的 但是看到這麼一個殘缺不齒的 他的整個胃都沒有了 而且患了這種癌症的這個病 你看到這個 我都不知道他 但願他就是病慢慢的好起來 然後就這個一家 失禮止善的 到現在七十多歲了 才走到今天這麼一步 而且走到這一步還是七 就是一波三折的 許多華人來到機場 舉著橫幅 歡迎這位勇士 並表示對朱漁夫的欽佩 朱漁夫先生說他有一次坐牢就要去坐牢 他告訴我們在美國的民主黨人 那麼說其實坐牢是我們的工作 有時候釋放是我們回家看看 是休息一下的 就是這樣的一種氣概面對坐牢 而且在他的感受下 他和家人都非常堅定和共產黨來鬥爭 那最後一直堅持到今天 可以說呢是在國內堅持最久年齡也是最大的一位 像這樣的人的話呢 就像一個定時炸彈一樣的 對中共來說 他不是眼中間入龍刺 而是一個定時炸彈隨時會爆炸 會造成這個對他們的統治造成威脅 我們要讓我們的英雄在監獄裡面苦耳的勇士 來到這個自由土地看到我們這些 在外面為他們奔走 為他們呐喊的那些幕後的英雄 他們在第一線 我們是他們的後方 我們是他們的支持者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 馬上安 洛杉磯採訪報導 最初他的zing術 早上 の洛杉磯 很爽 谢谢大家